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中当家球星库里在比赛中多次使用个人风骚绝技 命中追身三分 所以彭哥今天我们教学就讲讲库里的追身三分吧 库里应该是现在整个联盟最好的一个三分投手了 而且他的三分得分的手段是非常丰富的 有快攻当中的三分 阵地进攻当中的挡拆三分 还有一些空手跑动之后的接球投篮投三分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详细地讲解一下 快攻当中追身三分的一些训练要点 第一部分我们先为大家带来行进间快速接球三分训练的一个方法 我先讲一下这个要点 第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冲刺 冲到你的三分线外或者是投篮点 第二点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冲刺 当你来到你的投篮点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降低速度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要降低速度 为了就是非常好的调整自己的投篮脚步 如果你自己找不到这种很好的节奏 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的去完成自己的脚步 比如说我跑过来 放这球 放这球 一二 第三点就是你在投篮的时候一定要脚步清楚 节奏分明 你才能非常好的有一个重心 怎么样去控制重心的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用你的腹腰腹的力量 用你的腿的力量 大家可以试一下 来曹芳做一下示范 直接接球的头 直接接球的头 自己可以喊一下一二 就是脚步的 一二 第二部分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行进间快速运球的一些最深三分的一些训练方法 大家都知道空手跑的时候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这种一二你很少掌握 但是你运球的时候 你怎么样找这个一二的节奏 就是一个关键的 比如说像我一般我比较喜欢左手运球 然后左手运球 左脚开始进行一二 运到前面 一二 一二 右手 一般我喜欢右脚开始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些小小小的提示 一二 一二 第三部分我们练一个库里的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在后场 他一般喜欢过完人之后 在前场没有人的情况下 他为了增加自己的速度 他把球抛向前方 然后空手跑动来到这种三分点 接球投篮 这个动作就是有一点好处就是 我们在球场都知道 球的速度 永远都快过人的速度 所以你在场上 在过人之后 你在后场 完全可以把球空手抛向前面 利用自己空手跑动的速度 去完成接球投篮 然后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好吧 现在我们先来一下 另外有一点就是小小注意点 当我们在比赛当中 真的是快速移动之后 难免会出现这种 我起跳之后 会有一点前冲的这种情况 一定要把中心控制住 你在空中不能左右乱晃 你要把你的球投得更加柔和 弧度更高 而且还有一点注意的就是 你要投的这种力量 要比平常要小 好 以上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些 行进间快速追身三分的训练方法 其实在我们的一球APP里面 还有其他的很多这种 关于行进间快速三分的一些训练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APP里面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法 另外想参加我们门道 线下徐兰克的朋友们 请搜索关注一球微信公众账号 或者下载我们的一球APP 获取更多详情 我们下期门道见 下期门道见 下期门道见